又一个星期顺天之命的时间 师傅 你好 你好 帅帅子 今天是一个回忆的一集节目 很重要 究竟谭炳文和李在堂师傅的关系是如何 其实有很多故事 所以今天可以和师傅慢慢讲 谭炳文是香港的市民很认识他 因为大家都是看电视大 但他刚刚离开了 在夜半旗谭他有份说 不过大家记得了李我叔 其他各位之外都忘记了他 看资料才知道他原来都不少 因为那个叫做网上的资料社 谭炳文就是香港的男演员 又是香港的歌手 曾经是香港少数的播音界 有配音王和配音教父的美语 他也是香港第一位的赛马评述员 真是不看也不知道 这么厉害 是啊 师傅 他还不止是赛马 他连后来一些体育节目 他也做了情绪 但是他本身应该家底也不错 因为听说他老爸做珠宝 金行的生意 做金铺 他从金铺做年轻 哦 那就不休了 照计家里 卖得金也不少 那些话剧 那时候 玩话剧 就玩玩一下 那些电台开始 例如《麗的呼声》 跟着港台这些 兴起的时候 要做一些广播剧 就找一些做话剧的人 来参与这个广播剧 但是1950年代的电台界 或者播音界 是一个什么光景呢 师傅当时是 那个光景 那时候都是流行些 就是单人讲述 或者是 就是比较 因为一个例子 就要收10元个月 是 10元个月 就不是那么简单 他就有 这些 邓基辰 李阿叔 丙文 他们 也有主持一些 一些单人讲述的 后来就有 钟伟明 说洪喜冠 铁马奏 那些 是 50年代 一直到60年代 什么时候 他这样的 谭炳文在访问 他就说 看报纸 看到 黎的呼声 就聘请播音员 就去投考了 但是他就说他自己衰了 他说 一千七百多人 就选10个而已 刚好他就第11个 就想着没有了 然后电视台说 你差点 那不如你做旁听 然后他做旁听 反而留了机会 他就进行 当时这个播音界招聘 是不是大事来的呢 师傅 其实当年来说 应该是大事 那个竞争也相当激烈的 因为你知道 有一批这样的 就是类似演艺人 但是 你是没有舞台的 就是你 只有在这个 日本战争的时候 抗战 就组织了很多 那些话剧团 那就成长了很多 在当年做过这些话剧团 或者是战后 继续在那儿坚持那些 那些舞台剧 那些做一做一做一做 是要找一些出路了 而广播呢 是当时 一个最比较新的媒体 麗丁夫星 都还是 就是未掌握到那些 就是 就是 就是单人讲述 那种 没有那些广播剧 那些这样的东西 嗯 那后来 就是由单人讲述 变成群体讲述 是 那个过程 我一直都有参与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讲 那 那当时考些什么呢 师傅 如果考这个 考你的声 考你的声 和你说话的流畅 反应 可能是 赛先生 给你一篇稿 然后你 和我 说完这篇稿 出来 那有些人 就是读读的嘛 有些人 就会自己 用自己的语气 看看你 看看你的反应是怎样 哦 那通常都是模仿的 是不是 比如说 啊 那我去考 可能 因为我有听开 然后 我的偶像 当时 例如李我叔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期 好了 那我读的时候 就模仿他 模仿他的读法 因为 大家都没有经验 又没有受过分 那你又不知道 怎样读才会 那个 播音 那个 技术 是怎样 嗯 就是你究竟 你和谁在说话呢 就是 我是和 初浩良在说话 但是 忘记了听 那个人 嗯 就是你会很多 这些技术上 你是 不是很感觉到的 哈哈 那接着 就 谭炳文 又 入了一行 跟着 就做这个 中午时段 有一个叫做 言情小说的主持 就说 他表现相当出色 跟着 进军这个配音界 成为香港 第一部外国片集 叫做 You Ask For Me 就配上这个 这个 是的 粤语的旁白 这样 这一套 什么戏来的 You Ask For It 是什么来的 哈哈 真的 我们小时候 都没看过 哈哈 那师傅 你和谭炳文的认识 是在 麗的呼声 那个年代 还是怎么样的 一定是在 麗的呼声 年代有听他 那些夜半旗男 他听到 他都听到 那些 哈哈 第一这个 第二就是 那个 朱仔小宝 那个合家欢 嗯 什么 耳痛戏 不是 是一个电视剧 只是一个 西片的 配音剧 哦 嗯 嗯 那那个 彪叔叔 其实 和朱仔小宝 就是有两个小孩 那彪叔叔 就是个家长 就照顾这两个小孩 每个星期 发生很多惧事 那他是个管家来的 嗯 那他 你一听到他的声 你会觉得 啊很稳定 飙叔叔在那里 或者 发生叔叔在那里 OK的 没问题 嗯 所以这个就是 第二 就是初步的接触就是这样 都仍然是 隔着空气的接触 是 不过 到我开始播音的时候 第一天的录音室的这个回合就是和他在一起 哦 当时你也有去荔极呼声那里配的 都有 不是 香港电台 哦 香港电台 那 那 那 因为他写呢 就说1959年入行啦 1964年呢 就拍电影啦 那 跟着就 1966年呢 就不做荔极呼声啦 跟着自己开广告公司 又开电影公司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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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去港台是客串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 不是 不是 撈散的 我们全部撈散的 哈哈哈哈 撈散的哦 不是 那时候没有 港台没有一个 很大的话剧组 那 那多数是找外面 那 所以那天 我第一天去做这个 妈妈讲故事的时候呢 你看 啊 啊 炳文的资料呢 也都有提到啊 梅子 嗯 梅子呢 就是啊 杜国威的家人 哈哈 嗯 就是啊 杜文慧啊 他们的长辈啦 那 梅子就做我妈妈的 嗯 嗯 那然后他每次呢就讲 一些故事 嗯 那些故事里面呢 那当然有这个 各种动物的故事啊 啊 衣索预言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啦 那我那天进去呢 这个故事呢 就有 几个人是我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那一天呢 就大概是六十年代 中后期呢 那就是一个夏天 我进去这个很冷的 这个中环水星大厦 香港电台 这个水星大厦七楼的 这个博音室里面呢 我们看到谭炳文 邓光榮 嗯 艾尼岳斌 哇 我们一起播音 怕不怕 当然怕啊 大哥啊 个个都是巨星来的啊 邓光榮啊 学生王子啊 我们是年轻 我们是年轻 哇 Teddy Robin啊 大哥 不是说笑啊 那些 在那个中环马头 夹班啊 人家 还有谭炳文啊 那你怎么办呢 你不是要摸一下摸一下 持着那部剧本呢 其实自己都懂得清醒那些字 这么小个 嗯 只有那十岁八岁 哪里能看那十八页劇本呢 那炳文有没有帮帮你 听说他很喜欢扶逆后辈的啊 他喜欢 他扶逆后辈在七几年 之前发生我这个后辈 他扶逆了一下 1974年就拍《書劍恩仇怒》 就是鄭少秋那一套 那我也是做一些二打六的 立了一條邊 弄了一個頭 坐在一個六點之後 早上坐在一個化妝間那裡 就是叫做閃閃閃 在那裡等 那些拍電視 那個耗費那個人等的時間是很長的 那我就坐在那裡 就是初來報到第一次接通告 這樣衝進去化妝間 被人家搞完 一陣子穿了一件衣服坐在那裡 看看待會有什麼事情做 那天鹹叔要排氣 那坐在那裡 突然間有兩個凶神惡殺的化妝凶神惡殺 就是人沒有東西的 就是金麟和江毅 嘩 厲害 兩個奸角 那一走 他已經有那個氣場了 接著就看到我坐在那裡 我又猛成城的 戴著手錶 穿著的服裝 那這兩位哥哥其實就沒事了 他就說 小子 現在隨手錶 一會兒不要害人 哈哈哈哈 哎呀 真是被成組人罵死的 突然間 跑龍套有一隻錶在那裡 打到卡 又不是靚錶 哈哈哈哈 哪個戴著一隻錶 然後 最慘是拍完回去剪片的時候才看到 但是剛剛阿炳哥就坐在化妝間 嗯 那他走了之後你當然是鵪鶉 那樣啊 安撫下來 嗯 你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些什麼天大錯事 但是真是 為什麼這麼蠢呢 你還走來做 什麼鬼龍虎武師呀 你連錶都不會脫掉化妝 哈哈哈哈 這樣想完就不覺得嘛 那件衣服會遮住嘛 如果你放在化妝間被人偷了怎麼辦 一會兒是不是 是 那你也是的 去到那些人生路不熟的地方 你參與製作 你有時候都是自己顧自己的東西 嗯 我們那時候囉嗦 小孩子去到那裡拍那些又帶書又帶靜 有什麼東西 沒有現在這麼好的設備 有個袋 什麼都沒有 拿著去嘛 是啊 那師傅你覺得 譬如阿譚炳文那把聲 你怎樣形容呢 在香港這個聲音界來說 骨子 骨子啊 就是麒麗 麒麗 乾淨麒麒 乾淨麒麒 是很好聲的 嗯 不過呢 就是在大家這麼多的懷念之聲裡面 其實沒有講清楚那個 那個道理 嗯 其實就是他的貢獻呢 在我們講 他做這麼多 這麼多樣東西 他是個廣播 電台廣播的員 他有電視配音 又電影 又舞台劇 又電視節目主持人 又導演 最後才是講歌聲 嗯 但是其實歌聲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位置來的 嗯 就是他懂得多東西 他做喜劇啊 做什麼 大家都已經有個評價在這裡 就是他頂得住啊 波叔啊 頂得住啊 大姐明啊 那些 他可以控制所有場面 他是一個沒有問題的 就是上舞台 他做一個角色 這些沒有問題 但是歌聲呢 他自己完全他自己表演的時候呢 他這個歌聲是多難呢 他是將香港的這些粵語流行曲呢 由上一代轉來新一代到現在那些 嗯 那個紀錄那裡 是的 那個紀錄那裡寫就說 譚炳文呢 成名的時期呢 就是1960年代 那當時呢 就是屬於叫做黑膠唱片的時代 黑膠都不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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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說的是 當時是梁醒波 鄭君綿等等等等 等等 他們在唱一些 全部都是像粵曲裡面的小曲的歌 甚至乎是改編Beatles的歌 嗯 是啊 就是那些 原來是粵語康口唱的歌 是啊 那譚炳文的名曲 就包括了牛油蛋撻 我不知道他是否第一個唱 是豬高 那麼白 牛油蛋撻都沒有那麼滑 是啊 還有跟李香琴合唱的李回來壩 還有這個舊歡如夢 就是李克勤都翻唱過那一首 是啊 那你想想 鄭炳文的離別的精靈 是啊 是啊 這些全部都是阿炳門唱的 大家都很熟悉了 也滲入了大家的生活裡面 但是究竟譚炳文是否紅呢 他在訪問裡面提出過這樣的疑問 我們休息一會兒 那是順天之命的時間 那師父和譚炳文呢 就都很有這個淵源的 那也都 有些少工作上 因為配音啊 或者是拍電視的 有時候都會 看到大家是火音的 當然 他和港學的關係都很深 琴姐 那麼我們都 即是來不可以又見一下 是啊 所以 但是我講他那個 五、六十年代 香港那個 廣東歌 嗯 廣東歌那個 那個轉型呢 當時第一就是 因為在五幾年的時候 唐笛生的《帝女花》 做到很紅 然後這個《香妖》啊 跟著他一直去到再上回 其實這些歌 全部都變成流行歌的 嗯 但當時沒有人會覺得 那首粵曲是流行歌 但其實就是流行歌 是啊 那些人聽而已嘛 就不會說什麼研究那個 我喜歡聽這首歌而已 你得我聽 我聽京曲的 也好 我聽上海曲也好 但多人聽的就是流行歌 是啊 接著那些人就抄了 哇 那些奇興啊 找到吃了 那接著就全部轉了 開始 那些唱片公司開始 去找一些人出來 可以唱一些 那些人喜歡聽廣東話 嗯 那當時的 風肯唱片公司的阿鍾生 就相當之為眼色英雄 就找譚秉民 嗯 嗯 你都不懂是忠生 忠生 忠生 聽你們提過 但是 是啊 但是你搞唱片都很大投資 除了錄音室 然後又要燒唱片 又要推廣 然後再怎樣去賺錢 那譬如歌手出去唱 那時候是否會和他分紅 拆帳 等等這些一盤生意 大家有水位 大家會去想 會去談 然後歌手會不會被人損笨 是否真的賺大錢 是否真的賺大錢 你賺不賺錢就很難說 就是 他當年賺的那是可觀的數字 是啊 因為小人做 拍戲和唱歌 唱歌不是每個唱都賣得的嘛 那些碟 是 是 是吧 即是你都會想 因為當時 而且是粵語流行曲 已經變成一張很老土 很陳舊 即是在六十年代 被人認為是一些 即是已經是直揚到 落了日的一種 音樂 或者表達模式 你還唱粵語流行曲 你有沒有搞錯啊 不是那時候大興的嗎 不是 不是 你要到阿炳哥他們撐著這樣唱 還有轉換了模式 雖然很多人說 他很多都是粵曲裡面的小曲 但實際上他的單子的歌 好像《舊歡愚夢》這些 就不是粵曲裡面的小曲來的 嗯 仍然是一些流行曲的曲式來的 是 所以呢 就是 即是那些你的《回來靶》 那些完全不是粵曲的曲式來的 或者是粵曲慣用的小曲的模式 所以呢 它已經是創一些新路向的了 嗯 但是當時那個叫做歐西流行曲 其實都灌進來的了嘛 其實都 灌進來 已經分了兩批的了嘛 已經是 很困難的 是 因為六幾年呢 已經是很厲害的 嗯 大家又聽著那些 Peter Paul & Mary 啊 各樣各樣 很多 即是 這個歐風東漸 嗯 所以廣東哥呢 大家是 不看好的 嗯 但是你做開那些事情的 譬如啊 啊 炳文 炳文 他 他是忠於那個事業的 就是演 唱 或者是 監 鬥 他全部都是在 這個 粵語裡面 嗯 而他自己有一把好的聲音 那是很困難的 那你當時 最好的聲音 那當然是 新馬 思真 嗯 即是 張月匡 是吧 對 到六十年代 都是 是這樣的了 那 流行曲呢 那他 帶起了個頭 他帶起了個頭 跟著大盛的時候 其實 炳哥呢 就是未必是 吃到這麼強的浪 反而那個浪 就被 鄭錦昌啊 麗沙他們那些 就 吃得認 啊 因為他們去夜總會嘛 是啦 是啦 他們做很多場 但是 炳哥 就是 他比較 踏實些 就是 他 譬如他在麗的 那他跟著 轉了去 大台 TVB 嗯 或者是 他跟誰做 他很均真 就是很認真 他們那一輩都是這樣的 就是 我在哪個台做 就是 穩穩陣陣 就是我不會做了 又走出去 去 拗這裏 拗那裏 找些散工做一下 又去唱夜總會 他很少 這些 嗯 相反是 輕走場的時候 你就見到 後面的 李隆基啊 或者是 黑妹啊 他們啊 小空姐啊 他們就跑了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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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音樂就變成攝場的東西 現在空間已經被人摧殘了 沒辦法 你根本做的人根本都沒有常識 我本來今天打算在說頂哥 現在又要罵我的路機構 港台?做什麼? 你知道我最近做一個十三集的監製 一個佛教節目 每一集就有一小時 你聽清楚 所以就每半小時一拍 就像我們現在做節目一樣 是啊 對 你覺不覺得師傅會不會放多少分鐘呢? 那就交過了 如果有人要教師傅做節目的 就是教他老爸搞東西 用不用? 是啊 我們已經告訴他半個小時 我大概二十二分 二十三分給你 然後播歌 總之後面是一首歌 李宗什麼時候飛 什麼時候飛 這是我們十世都不會忘記的做法 是啊 是啊 他真的 唉 做什麼? 那個所謂節目監製 掛名那些嗎? 走來給你意見 不是啊 是他負責所謂的社區廣播 那些不知道那些無厘頭的人 我不認識他 所以也不能指名道證罵他 嗯 但是他真的要檢討 我講到港台一定要檢討 因為你不可以用一個 我經常告訴他們 你不要用我官康來欺負那些NGO 嗯 人家投了一個節目做 不是給你欺負的 是 人家找得我 找得魏炳郎 找得車心梅來做這個節目 你自己聽真先吧 是嗎? 他們說什麼? 不是啊 我們現在的規矩不是這樣啊 你剪得不好啊 你二十三分幾不對啊 什麼不對啊? 哪樣不對啊? 不可以直接說不對啊 什麼不對啊? Switch out 22 啊 就是22分你一定要收口的了 傻瓜 誰來的? 神經病的? 低能的? 這樣 這樣就是第一樣先 第一樣先 那你已經說他低能 後面還低能 什麼? 後面那8分鐘 你要貼8分鐘音樂下去 8次的? 哪個來的? 到30分鐘貨交給我 這樣才合乎這個合約 他說 低能 哪個來的? 是不是 那時候我做的那些 那些 年輕到不年輕的人 現在升了監製啊 年輕到不年輕 叫什麼名字啊? 認不認識啊? 不是阿輝吧 不是阿輝是他老闆啊 阿輝是他老闆 阿輝就教教他吧 這些正所謂叫什麼 托塔音色轉播 你不可以拿著那個規條 就這樣跟著的嘛 是不是? 那你 我說我做了30分給你 你全部播得了嗎? 不是阿 我給你沒問題的 哪有節目 那些人會去聽8分鐘音樂呢? 請問 那究竟你想聽內容呢? 還是想聽歌呢? 那你如果有多8分鐘在這裏 你不如給別人說佛經吧 是吧 那你為了要叫做 那些叫做什麼呢? 即是去買菜 買菜這樣就 喂 握秤啊 不夠兩斤啊 這裡 給多了你啦 是吧 現在就是說你 他現在就是說你這樣 有可能會被人認為你騙的 如果你做二十三分幾給他 唉 應該這個邏輯 他自己想清楚就是 這些叫做外判的節目製作 幫你做那批人的節目 是你不懂做 所以你才找外面的人做嘛 或者是叫做 說得好聽 你叫給個機會外面 不能發聲的人去做節目嘛 好了 那跟著你給評語 正所謂的叫做什麼打狗 看看主人 那個節目誰做啊 嘩 李在堂 麻煩你Google一下 李在堂 什麼料是可以的 嘩 嘩 嘩 三聲 然後你究竟居然給評語 你會不會去跟周韓發說 那發哥你做戲一般的 你瘋了 那三十分鐘 不是三十分鐘的這個要求 這個要求是一個合約寫的嘛 但是你以那個叫做聽眾的層面去想 當然是想聽內容為先啦 那如果那個客人真的肯做二十三分鐘 或者二十四分鐘的 你簡直是光榮啦 如果肯說多兩分鐘 你究竟想聽眾是聽內容還是聽歌 我按著唱機就行了 哪有歌是八分鐘的 八分鐘的歌基本上都不正常啦 我播八分鐘音樂做什麼 你的台壞了嗎 為何會播歌 那些人真是低能的 那些人真是 你幫我演繹一下這個 你想想我做了九集 交一課 現在要全部從真剪過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換歌? 是呀 換給他啦 那這些基本上是低能的啦 你打給阿輝啦 他嘗試啦 喂你那個男人不行啊 廣播界末日了 究竟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啊 所以他們做今時今日是這樣 你不到你不信 就是被人罰一下那些 警告一下那些 那些就是那些編輯的問題啦 就是你那個立場問題 但是這些那麼少的技術問題都不行啊 是啊 你這些根本是基本訓練來的嘛 那你究竟節目的重點是什麼 麻煩你做阿頭的那些話聲給他們聽啦 不是上面 那還有你定那個標準出來 什麼22分鐘 一定要講完話 接著播八分鐘音樂 是這個 總之呢 足本三十分鐘交貨 那你才可以收錢 喂你猜我好恨做你的節目嗎 不過可能是為了弘揚佛佛 啊 然後等你這個台 懂事我做給你的而已 22分鐘和23分鐘和24分鐘 有什麼分別呢 最重要就是你播不播得完嘛 我播八分鐘歌有什麼問題啊 我現在呢 播八分鐘呢就是佛經和佛咒來的 唉 但是如果這些人 是想著呢 要飛就飛 要咳就咳 那他下一輩呢 如果他是自己 投胎做了地獎動物呢 他不要怪我 唉 不是咳 有些東西 不可以亂咳的嘛 是不是 就是咳 你都明白 你國歌都已經不能咳咳了 你佛經 有什麼可能會 然後飛走了 然後飛走了 飛走了之後 然後就砰 然後就 香港電台第一台 喂大哥啊 這麼寧靜的東西 不是這樣接法的嘛 你有個計算 應該靜一靜 一秒 那你才好播下咳 不是這樣 用佛經去 沒有東西吧 大哥啊 你心經都要念完才行 是吧 然後咳咳咳 那這些就是 基本上已經是 對於工作沒有誠意 又沒有了解到 那個節目本身的特質 是吧 你會不會去別人 扮喪事的時候 你穿件紅衣呢 大哥 看清楚情況才行 那這些就是根本 真是愚蠢的 唉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再繼續跟師傅說 譚炳文